這個我剛剛提到 就是第二個很重要 就是程式裡面你需要寫個迴圈 那迴圈其實在程式裡面非常非常重要 其他厲害的地方就是剛剛我講了 重複的事情你最討厭 可是卻是電腦的長處 另外的話電腦不用關機 所以呢你只要開啟 甚至你把它開著二次 假如它就一個 server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架設一些程式 然後需要的時候它去 run 有沒有 它可以怎麼呢 類似像鬧鐘一樣 時間到去做 時間到去做 或者是說多久做一次都沒有問題 你就要把程式寫好 它就自動幫你完成這件事情了 那這個是現在應該算是最基本的配備了 有沒有 如果你都可以這樣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少很多的人力啦 OK 那所以你會發現 未來其實企業最需要的人才 真的還是具備有程式撰寫能力的人 OK 然後又有行政能力的人 然後又可以溝通協調 其實其實好像要的東西都滿多的 但是不可避免的 這應該也是未來的一個趨勢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要如何改 首先的話有沒有看到 這個數字要變 所以有幾個地方會變 你會發現總共有1 有沒有 2 3 4個地方會變 那這4個地方有什麼差別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前面這個是一個數字 OK 那後面這個是不是一個數字 你說喔 對喔 不是耶 它前後有雙以號 所以如果在雙以號裡面的話 它就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的話呢 你變成如果你要把一個數字 放在文字裡面的話 你變成要串接 後面的部分比較麻煩喔 也會比較容易出問題 那至於要怎麼改 我跟各位講一下 接下來我來寫給各位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我會需要寫一個回圈 那回圈它主要目的 就是幫我產生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就是它可以產生一個數字 就是2到101 因為我們需要的嘛 有沒有 這個是第二列嘛 Ctrl向下 剛好是101有沒有 所以喔 我大概知道說 我要的那個變數的範圍 所以我就寫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撰寫方式就是 在這一行程式上方 一樣先按個Tab鍵 然後打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 基本上最常用到就是for回圈 後面的話呢 for後面就加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叫i for i等於2到 到的話就2 101 OK 101 對沒事 然後接下來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所以請各位 務必要記下來就是說 以後的話 你只要希望產生的 某個數字的範圍的話 那你就直接填空題 那這個i的變數名稱 不見得要叫i 你可以叫J 你可以叫K 可以叫A 名稱你可以自己取 OK 一般習慣 我個人的習慣是 如果是列的話都用i 如果是藍都用J 我個人的習慣 那接下來的話我就把這一行 搬到它的中間 為什麼要搬到這個中間呢 再來記得按一個Tab鍵 然後把next搬上來 結構大概長這樣 然後底下這一行就不要了 如果不要你不想刪掉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表示是註解 有沒有發現它綠色的 我先註解一下 把它先留著 它如果不要被執行的話 很簡單的方式 就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OK 好 那接下來當然 如果你要讓它run的話 很簡單 它其實原理原則我剛剛講過 我只要把這個sale 有沒有 把2改成i就可以了 它會怎麼動 如果你現在run的話 它就會直接在 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本來是一個儲存格 第二個儲存格 有沒有就是這個 然後我把它改這樣的話 它變成2到101 所以變成一直往下 所以如果你寫完之後 執行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執行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儲存格 改成第二 一直到101的範圍 OK 可是老師底下都一樣 為什麼都一樣 因為我後面這個地方沒改 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這個地方有 F2G2到H2有沒有 你也要變成什麼呢 只要再把它變成i就可以了 OK 不過呢 如果你要變i的話 我剛剛有講到 因為它是 前面是開頭是 雙引號是文字 所以你不能說 我直接把這個i放到裡面 因為如果你變i放裡面的話 它執行的話 它會變成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它就把它變成一個文字了 如果你把i放進去 它變成一個文字 它就不是一個變數了 也就是它不會walk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walk的話 記得 你變成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文字切開之後 把i放在中間 但是講這個敘述很簡單 但是做有點困難 尤其是初學者 但如果你剛開始不太懂的話 我建議你剛才背口訣 口訣記下來 以後照著做 保證不會錯 就跟那個998表一樣 我發現我們在算數學很快 你讓外國 外國還用計算機 那邊慢慢打 我咋就算好了對不對 主要是因為我們998表 把它背起來 然後以後的話就照著 對不對 有沒有 比如說69 你就會很直覺 69多少 69多少 超高 如果外國人的想法是這樣 它六個9的意思 所以它一個6 用加來去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它還很慢 然後我們如果背的話 那這個立法請你 也背個口訣比較快 它的原理原則就是說 我把一個完整的文字切開來之後 把i這個變數放在中間 那如果你假設不太會的話 我建議你記一個口訣 這個口訣的話就是 先把需要改變的數字選起來 然後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end兩個再移到中間 然後把i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實際上它是怎麼做呢 它是本來一個完整的文字 就是切成前面跟後面的部分 然後中間用end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呢 並且把i放在中間 OK 那最後還有一個動作 記得end前後一定要空白 因為呢 在VBA裡面的end 它是把它當類似一個單字 and嘛 所以也類似像那個英文的敘述 中間要加空白 這樣子 再次喔 所以喔 口訣可能要記一下 把i選取這個 這個列號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end兩個再移到中間 所以喔 先算號碼再end 然後都移到 最後中間加一個i 並且把end前後加空白 這樣OK了 所以要做三次 然後是 f2 g2 然後h2 有沒有 算號兩個 一到中間 end兩個 一到中間加一個i 有沒有 然後再把end前後加空白 好啦 反正你都多做幾次喔 你如果做個十次以上 我想應該你就會 你應該就不會 因為剛開始同學一直問這個問題 我解釋完 他還是問他還不了解 但是後來我發現喔 他什麼時候了解 好像三堂課之後他就了解 老師終於我動物了 我懂了 OK喔 那如果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啦 應該很正常 我發現大部分同學聽譯之後 除非你學過程式語言 不然的話你要了解我在做什麼 其實也不太 那白話意思就是 我們因為是個文字 那i是一個數字 文字跟數字不相容 所以必須把它切開放中間 但是你可能還是聽不懂 反正你 如果還是聽不懂沒關係 你就先記口訣就好了 就像99成本來表 你剛開始你也不知道 老師就讓你背起來 其實他為什麼要背起來 因為如果我要去用建構的敘述方式 讓你了解的話 可能你最後會算很慢 倒不如你就先把它背起來 OK 效率會比較快一點點 好 那這樣的話OK囉 OK之後我們來執行看看 會不會成功了 如果成功的話那恭喜你 OK了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最後這一行敘述也可以拿掉 因為這一行是註解 你不要沒關係 所以最後寫出來的答案 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有點長 所以我把工具寫這樣 字稍微縮小一點點 因為它比較長 所以我把它改成12號字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 輸出 那這個最後的程式 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 基本上就是增加了回圈 For i 等於2到101 Enter兩下打一個Netz 然後把剛剛這一行放到裡面 改一個i 然後再改這個 本來是F2 有沒有 然後改成這樣子 OK 這個也是最難的 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假設回圈裡面 這個地方你也可以過得去的話 了解 那以後應該是沒問題了 好 那你就可以把手機公式輸出了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那再來的話 你想說老師 那我要清除怎麼清除 跟各位講 如果要清除就很清楚 把Sub到EnterSub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你想要改兩個地方 1 把Sub後面的名稱 改成清除 OK 第二個嘛 第一個是改這個 貼上之後 第二個請你把等號後面 把它刪掉 然後改成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意思就是空置串 意思就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要清除的話這樣就寫完了 知行 有了 有沒有 我們就寫完了 這個輸出就是公式 這個輸出就是清除 然後如果你有這兩個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再增加兩個按鈕 你就可以類似像上個禮拜一樣 具備有按下按鈕的功能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完成到這邊 好 那至於按鈕怎麼做 上禮拜有講過啦 你自己有沒有 那如果這邊已經有了 你要拿來用怎麼做呢 按右鍵 指定聚期也可以 就是不用刪掉 你說老師我要刪掉 也可以啦 但是如果有現有的 那我們就直接拿來用 就按右鍵 重新指定 跟他講說 我現在要改成不是串接 我要改成這個 手機公式 然後把上面名稱一樣複製一下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一樣把上面的名稱 delete掉 改成手機公式 那清除的話呢 一樣重新指定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有兩個清除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那個sub也叫清除 這個地方也叫清除 所以他會要區隔的話 他會前面多增加模組 那我們是module 2 如果你是放一起的話 他好像就不允許讓你有一樣的名稱 不然你要清除2也可以啦 不要叫一樣的名稱 然後就選這個 module 2的這個 然後名稱就不改好了 因為module 1裡面是錄製的 module 2的話呢 那就是自己寫的 好大家按確定 那就ok了 試一下 沒問題 有沒有 好 那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 最後還有個按鈕 這邊下面還有一個 要自己寫的 我剛剛寫的程式碼 在這邊啦 所以最後 大概就是寫成這樣子